男嘉宾小帅 25岁来自湖南 公里主持 女嘉宾小秦 24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他们手上依然提着那只密码箱 密码箱里装的是 他们彼此并不了解的一个秘密 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开这个秘密吗 愿意 我愿意 一次又一次的背叛 一共是几次 我知道的就已经有四次了 不知道的我还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次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今天来的目的 我就是想让她不要再纠缠我了 我觉得我们不再可能了 因为她背叛了我那么多次 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她 你前面不是都原谅我的吗 我前面原谅你了 我应该原谅你吗 来来来 咱们一次一次地说好吧 第一次在什么时候 姑娘 我们是高中同学 我成绩不是很好 她成绩挺好的 她每天都带我学习 然后那个时候我对她挺有好感 毕了夜之后 我们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我那个时候觉得 一历恋不容易 但是我愿意相信她 但是她却在大一的时候 她就背叛了我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那个时候 我每天都一个人 我生病的时候你不在 我每天都给你发那么多信息 你回了吗 我不是有时候学校有事吗 人家在那边干嘛 等于这个高中毕业以后 你们俩不在同一个地方读大学是吧 对 她在那 她在武汉 然后我在山西 哎呦 那是真够远的 然后你在武汉就交了一个女朋友是吧 我那时候等于刚入学的时候 有一本地女孩 她说喜欢我 然后我觉得也蛮有感觉的 然后她没有在我的身边当时 我没在你身边 你就可以这样子吗 那她跟你提分手了吗 姑娘 她根本就不让我知道 我那个时候是那样发现的 我去进那个校园网里面去 我看见有个女孩 在她每一条动态下面 她都有评论 我就觉得很蹊跷啊 凭一个女孩的直觉 她不可能那么单纯 所以我就加了她 然后过了两天 我看到她那个 背注写着最爱的人 你让我怎么想 我当时看见那个的时候 我简直脑子都是懵的 姑娘 你知道这事 你干嘛不跟她分手啊 因为她是我的初恋 她好了一段时间 她求着我 她跟我哭着喊着 说让我原谅她 说她只是因为东西了 然后有人关心她 然后我也天真的相信她 第二回呢 到了大二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每次都是我主动去看她 她很少来就要看我 你很少好吗 你不要在这狡辩了 行吗 然后呢 她那个时候 说元旦说好了要来看我 我特别开心 但是她最后干嘛了 她竟然放我个子 她竟然放我个子 要来看你的 而且放我个子 你不是因为震慎 你是因为去跟别的女人约会 你知道吗 那你不是马上要元旦 你对得起我吗 我一个人在宿舍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回家 我告诉她学校有事 我回不了 我就想跟你过元旦 但是你呢 你跟别的女人在逛商场 不 这你怎么知道的 寒假的时候 我一个玩得好的朋友 都是高中同学 我们一块聚会 她一见着我就说 你跟那个小帅分手了没有 你们俩感情怎么样 你过元旦的时候 在哪过的 各种问我就觉得奇怪 你干嘛那样问 我就逼她 她绷不住了 她跟我说 她说她有一次 逛商场的时候 他们俩在一个城市 我不就那几天 不就那几天 你不要在这一直狡辩 她心情不好 我就那几天陪了一下她吗 别人心情不好 你就能陪她吗 如果不是我朋友看见了 你还会告诉我吗 你现在在这狡辩什么呢 好 好 我不看到你 你每次前面 你都原谅我了 我就 我每次都原谅你 我就是傻子 现在我不会再原谅你了 不不不 但是那个时候 你又做了一回傻子对吧 对 我那个时候是很傻 我直接冲到她家楼下 我说你快下来 我冲到她喊 我说你元旦干嘛去了 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吗 她一见我这样 发了风似的吼叫 然后她 她有点胆怯了 她把我拽到附近 抓着我的手 一个劲地删她 一个劲地哭 一个劲地喊着求我 然后原谅她 说她对不起我 说她做错了 然后她还给我下跪了 那个时候 我看着她挺有诚心的 我那个时候叫她 我说 你给那个女的打电话 告诉她你有女朋友 不要再跟她联系了 我那个时候是傻 我信了你 我以为你可以坚持下来跟我好 我以为你会痛改前非 大三的时候 她是对我挺好的 我们俩就天天联系 打电话 是凭什么的 对 你认为浪子已经回头了 对 那个时候我对她特别好 每个月我省下钱来 我给她两百多块钱 我打过去 我怕她吃不好 虽然说钱不多 但是我觉得 她可以多吃一点 我心里就舒服一点 她在外面做主持 我给她买好衣服 我希望她体面一点 在外面 后来呢 大三末的时候 那会儿老师跟我说 我有一个宝言的机会 然后我放弃了 因为我们俩说过 毕了夜之后要回家 回长沙 我们要一起走到最后 然后结婚 我为了她 我放弃了很多东西 但是你一次又一次地 让我失望 怎么了 你后面做了什么 到了大四的时候 她快生日了嘛 我琢磨了很久很久 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去看她 我很开心 但是她那天来得太突然了 我来得突然 我就是为了给你惊喜 我才突然啊 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你竟然那样说我 你有没有良心啊 被狗吃了吗 我不是那天后来 向你坦白也承认了错误吗 我再也不想相信你了 那个时候 她租的房子在外面 我给你惊喜 给你过生日 给你提着蛋糕 大老远过来 我到了你那儿 12月呀 我给你打电话 我听到的不是开心的声音 说让我不要上楼 让我在下面等着 等了很久你过来了 我以为你没有来啊 你是傻子吗 因为你只有那一次给我惊喜 然后呢 然后她过来了 然后一把把我拽 拽到旁边 一个附近的 一个奶茶店里面坐下 他什么话都没说 他连解释都没有解释 那个时候我心里 其实已经明白了 他什么话没说 我哭得撕心裂肺的 他没有安慰我 那个时候我下定决心 我不想跟他再在一起 直到毕业 我回到了长沙 我电话号码都换了 挺好的 然后我参加了工作 但是她呢 又千方百计地 去问我的朋友 问来我的号码 每天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我那个时候我还是无动于衷 我就觉得 我不应该再犯傻下去了 对对对 但是她又在我公司楼下等我 我看见你前面都原谅我了 所以我觉得 我再也不会那样下去了 我觉得得向你 做出最后的道歉 做出我的承诺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讲什么 我都不会再相信 因为你就是个骗子 我现在发现 不不不 姑娘你不是说骗你四次吗 我听不定再讲了三次 对 我那个时候被她感动了 她跟我说的是 我们结束异地恋了 她会跟我好好在一起 好好生活 好好结婚 我相信她了 我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父母也见了 她那个时候的确做得挺好的 我觉得她应该为我改变 要不是那天我手机没电 我拿你手机打电话 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还是在骗我 怎么了 突然弹出了一个信息 我上面写着 老公你在干嘛 然后翻开一看 什么宝贝啊 我想你之类的短信 各种恶心 现在不都这样吗 网上买个 现在不都这样 你买个快递也很轻敛 不是 你买快递没有喊过老公吧 你就找借口吧你 因为我们做主持 有些可能比如说女搭档 她喊个老公老婆的这个 她每次都会这样 抱歉啊 第一我没搭档 第二我一直搞不清楚 如果不是正式的夫妻关系 为什么要有老公老婆这件事 所以你们不用起婚 这是婚庆主持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别把什么一说主持 就是我们这些人 我们不干这事行吗 前面的我承认 我确实有很多地方对不住她 但是呢 现在这个事情 我们的彼此都是见过爸妈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骗了我还要更多的东西 我不想去揭穿你 我不想去查你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对她其实还是真心的 我可能是人年轻 可能 我不想相信你了 那你现在跟你那个女搭档的关系 处理得怎么样了 其实也就只是一个好朋友吧 不是道理是暧昧还是好朋友 就是关系不错的那种 就无话不聊吧 反正 你跟她现在还有话聊吗 我理她 她不理我 我想让她 把前面的我们都 把她忘掉 然后重新开始 让她在今天现场 包括各位老师们 还有观众的面 能够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好 明白了 我特别希望你把平时 在她面前的那个 就痛哭流涕承认错误 给我们再献一下 看一个 我看你到底是什么本事 可以这样 真的 我只学过主持 没有学过表演 但是你不是平时挺好的吗 我平时不是演的 我是真心的 老师 行吧 你们有更多的发问 你们发问吧 我跟她是无话可说了 一起走进 秋比特问卷 小帅啊 你幸亏没去当火车司机 否则真完蛋 小秦呢 真的蛮累的 防火防盗 还要防男朋友出轨 虽然你长得真的不像 经常出轨的这么一个人呢 小秦这里我真的有两个问题 想问你 为什么你自己生活费并不多 每个月还要拿出 二两百多块钱 去给自己的男朋友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初恋 然后我 我真的很喜欢他 也就是说自己少吃一点 对 也要使他生活的舒服一点 结果舒服到了人家的轨道上去 还有 为什么为了男朋友 你要放弃 宝言 因为我跟他约好了 毕了业之后马上就回家 然后我们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我一直坚信着这样一个承诺 我愿意为他做那一切 你的意思 但是现在我特别后果 你真的很傻 小帅 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女朋友 你会出轨试词 兄弟 你真的让我展见识 小秦 在这个场合 在这个平台 我真的不能说出话 但我只能和你说一句话 某某是改不了吃某某的 你懂的 听到你们两个故事 特别生气 人有脸树有皮 你刚才还在这边 冠冕堂皇地说什么 他给你惊喜 那我又不知道你提前来了 人家给你惊喜是错了吗 不是 然后你还可以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我已经承认错误了 承认错误有用吗 那杀人发还承认错误呢 就可以给他免罪吗 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小秦了 不要利用女孩子对你的这种感情 和她自己的善良 放了小秦 给她留一点点尊严 其实是在给你留一点点尊严 这是我要跟你说的话 然后我再跟小秦说一下 听听于力的一个小姑娘 你找什么样的条件找不到呢 你到底喜欢她什么 你能告诉我吗 有的时候初恋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吧 因为高中的时候就认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单纯地喜欢她 可是我觉得一个单纯的感情 然后维持了很久 我不愿意就这样放弃 然后你知道吗 我听完你的话我特别心疼 这只是你单方面的单纯的感情 你的这种单纯和善良被她利用了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醒一醒 没关系 六年没关系 你今年24岁 还依然很年轻 你重新再来 也许你们之间有很多宝贵的回忆 有很多美好的难忘的东西 这都是你人生当中的一页 你也不用去后悔怎么样 这就是你的经历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希望你真的不要再相信她的任何话 也不要再理她了 我送你八个字 珍惜生命 远离小帅 出轨者通常几种情况下会出轨 在你和对方的生活当中 缺少了浪漫平淡了 这是一种侥幸心理 正是因为对方纵容了你 一次又一次 所以你有了侥幸心理 慢慢的呢 就习惯性出轨了 女孩这里头其实也有你的问题 一次又一次的原谅 或者说纵容对方出轨 是什么心态呢 第一 害怕面对失败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这是我的初恋 谁说初恋就一定会结婚走到永远呢 还有 跟他一样 有侥幸心理 你说最后一次 好 那我就相信你 万一你真是最后一次 但是事实证明 它真不是最后一次 所以女孩你要从内心自己去想问题 在任何事情上跌倒了没有关系 你不能在一个地连续跌四次 还要即将还要跌第五次 那你就真是傻 刚才那一对出来之后 我们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这一轮呢 我倒是慢慢平静下来 为什么总会看见这样的畸形的爱情 为什么总是有人数次背叛 总是有人有数次原谅 为什么每次都声色利刃 到了最后依然是相拥而回 为什么 我找出了原因 自磨不是只有一种的 有一种每一次悔改都是真心 真的是真心 但每一次背叛又都是实意 其实他每一次在犯错的时候 他真的忘记了 但是他在每次悔改的时候 是真心的 所以就容易造成 你每一次原谅的时候 都是憧憬的 但每一次伤心的时候 又真的是心碎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女人总是因为某种不甘心 而忽视了自己受到过的痛苦 那背叛的男人 每一次都因为得逞 而忘记了背叛真正的罪恶 结果背叛这件事 就成了件小事 人是这样的吗 第一次拿一刀 流了很多血 特害怕 没死 第二次再出现更大的口子 死不了 等到后 无数次割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 就不是事了 所以说 基于上面两种原因 你们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中 你每次看见他虔诚的悔改 你都会认为 他这次是真心悔改了 第二 我真的不甘心啊 都五年了六年了 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 第三 应该是最后一次吧 一定有这样的原因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让你们自动的 唤醒自己 从恶性循环当中唤醒 既然我们的话也没有用 你还是得转出来 但是周围的人会看出你们之间的关系 父母看了这节目 多多少少也会起一些干预的作用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帮你 不光帮你 也帮你 好吧 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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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